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疫情当前,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特别是在最严重的时期,人人都是足不出户,只能卧在家里 不过对于艺人来说,就算是不在荧幕上曝光,也仍旧会有不少消息传出 而就在前段时间,女星朱海君竟然自报在家怀孕待产的消息 据媒体报道,她先前难得接受电话采访 先是表示大家安全最重要,并透露自己在家有抄金书 平时酒精口罩皆不离生,每天都期盼着疫情快一点退散 大家能好好回复正常生活 她说,这家防疫期间,在家像是怀孕待产 随后解释是练场新歌,她会追剧研究演技 另外,也因为演出统统取消,于是选择开直播跟粉丝朋友互动 或失去朋友的直播间互动等等 目前小孩在家上课,所以她跟老公nono相互动脑 陪女儿捧饪,玩游戏,读书 而除了做好防疫工作,她也特别准备保健食品,照顾家人 事实上,她早前在上节目的时候,就曾立志成为完美娇妻 而且在和nono恋爱时就甘愿付出,做很多事想讨好对方 她笑自己宛如打扫阿姨上身,一度跑去nono家里跪在地上吗 把家里弄得像样品屋一样 害得nono一打开门,还反应不过来,疑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 而为了融入nono的社交圈,朱海军私下偷偷观察后 还跑去学习料理,美子美衣,按摩等 从一个连煮饭加多少水都不会的公主 变身成为样样精通的家政户 甚至有样学样偷偷试做婆婆煮的菜 她也分享,第一次和noma歼命时 对方刚好做一道红烧鱼 而后她目睹nono正盘扫光 便打算挑战看看,给对方一个惊喜 然而第一条鱼就被她捡坏了 不敢让nono知道的她,只能偷偷丢掉 可她却把整间屋子弄得都是味道 朱海军探言,自己改变这么大 就是希望能符合好妻子的标准 更说,自己没什么自信 只有站在舞台上唱歌 以及在爸妈面前才好些 婚后她也发现,老公很有控制欲 好在高情商的她,懂得顺着毛摸 只要看到老公面露不悦 就笑笑安抚她 大家都觉得她傻傻的是怕老公的人 但其实她只是不想在孩子面前吵 而是等到没人后 才会跟老公好好分析刚刚的状况 大多时候她都会换位思考 绝不当面对峙 这也是为何亮人能处得融洽甜蜜的原因 亮人婚后予有一女 一家三口和乐融融 幸福家庭令人呈现 为了,朱海军却又在节目上爆料 发现家中含留有老公前女友的物品 有次用她计算机时 看到nono前女友寄邮件给她 内容写道 亲爱的,跟你分手一年多了 但有时还是会想起你的游牧和温暖举动 而且女方记性频率非常高 当下她看完后都快喷血了 一气之下 她跑去买银桃回来怒吃泄愤 但后来又看到越来越多前女友的东西 才忍不住促意质问对方 而nono则牵着她的手解释 那些东西已经忘记了 根本没想到心还留着 最后也赶紧删掉这些邮件 并处理所有相关物品 以平息朱海军心中的疑虑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朱海军差点就不嫁给nono 原来朱海军有挨招镜子的怪癖 在交往期间 到nono家的首要任务 就是观察有没有摆放镜子 倒下甚至还心想 如果没镜子就不嫁了 幸好nono家里的镜子超大 跟她人一样高 这才得以成就一段姻缘 如今 为人夫的nono除了始终对 朱海军合护备之外 也积极为她规划未来发展 直接将名下的鸡牌分店门市 当成神日礼相送 把每月30万的利润 给太太当零用钱 而在前段时间 nono看到朱海军的演艺事业 受到疫情影响后 手入锐减 并决定力听闹破发展副业 大收并出资500万 进军神经市场 经营保健食品公司 并让朱海军 担任营销总监高知 为此 nono甚至不惜 放手本身公司营运 退居幕后当股东 全心全意帮忙 打理太太的新事业 不过一提起 夫妻俩为了新公司 而忙碌不已的状态 朱海军就忍不住笑说 nono真的什么事都要插手 但也表示 老公认真的模样超帅 直呼对方是心中永远的男神 不仅如此 台透露 为了这间公司 曾花掉一年多的时间筹备 一切从零开始学投资 其今还经常到外地出差血金宴 让老公一度抱怨 后来跑去到底在忙什么 万幸他最终做出成绩 老公才觉得他有在认真做事 说着说着 朱海军不忘戒机 在镜头前放闪 深情对nono甜蜜告白 希望能快点回本 这样这辈子才不会欠他的 如果下辈子他还是这么好的话 希望再遇到他 请他蒙破汤不要喝太多 除此之外 朱海军也对不幸迎病离开的父亲 倾诉心声 隔夜道 可惜爸爸没看到自己做出产品的这天 并呼吁粉丝 千万不要轻护身体状况 事实上 朱海军也曾因为爆肥而造成健康问题 近日他在节目上分享减肥心酸事及糗事 结果他也拿出历史照片 直接让主持人沈玉林当场吓傻 不禁脱扣而出 想惯怀的糯米肠 随后 朱海军也提及 与老公在热恋期所发生的糗事 当时为讲求快速减肥的他 提醒朋友喝了盛行的手声茶 没想到在约会过程中 竟然实在滚 要解决时甚至没带卫生纸 跟害弄不弄的车被拖走 成为史上最尴尬的约会 不过朱海军也分享有效的减肥妙招 就是利用燃脂精油推拿 及伸展放松 针对塞住的经络可增加代谢 而沈玉林现场体验后 夜直户有够舒服 并开玩笑表示 推拿专业程度到 怪不得可以得金曲酱 让朱海军听了顿时苦笑不得 回想金曲酱颁奖典礼那天 当颁奖人结酱念出朱海军时 他一度感动到不敢相信 而老公则在台下向评审 和其他音乐人鞠躬 表达感谢之情 而先前 朱海军接受媒体专访时 曾分享他是如何在工作 家庭中取得完美的平衡 也大方分享了他和老公 保持爱情新鲜度的小秘密 他在和nono交往期间 特地参加彭任班 按摩纸压课 而之所以会替自己 安排这些课程 有很大部分的原因 是跟林一辰有关 朱海军表示 在拍摄蓝灵王的时候 林一辰就对他特别照顾 也常会和他分享 生活的点点滴滴 有次他看林一辰在专心阅读 有关针灸医疗的书籍 以为是他身体不适 但疑问之下才发现 林一辰是在替未来做准备 林一辰对他说 现在看了医疗有关的书 不知可以增加知识 要是将来有剧本 是跟医疗女医有关的话 就可以马上投入角色 表现出专业度 将角色诠释得更好 一番话让朱海军神感佩服 也让他养成了 凡事先准备的习惯 他更庆幸 自己第一次拍戏 就遇到这么好的前辈 婚后 朱海军把婚姻 视为自己的人生剧本 努力地经营着 他和Nono经过 十多年的朝夕相处 感情并没有因为熟悉而变淡 反而更甚以往 究竟是如何保持爱情的新鲜度 朱海军笑笑表示 要让他感到紧张 他先前为了紧曲匠 特地准备了两套朝美的利服 依展他的好神餐 而这两套利服 在踏上紧曲匠红炭前 却是对Nono保密到家 当Nono看到朱海军 穿着一袭铁身长利服时 顿时紧张到说不出话 也是从那天开始 任何朱海军的活动 只要他有空 就会积极参与 现在可以说是 朱海军走到那 他就会跟到那 眼神都随着老婆大转 还会主动询问 他的工作行程 之前Nono曾表示 自己很享受 被称呼为朱海军的老公 而朱海军则透露 他也相当感恩 自己是Nono的老婆 两人相差14岁的年纪差异 让他们在相处的时候 总是能在对方身上 学到许多当理 先前朱海军获得金曲奖 最佳闭南语女歌手的殊荣后 Nono就一再鼎嘱他 之后要更注意言行举止 要更加谦虚才行 也会时时跟他分享 工作上的经验 很多人总认为 步入婚姻的女人 都会因为家庭失去自我 朱海军也曾经对此担心过 尤其现在的他 要同时兼聚演艺工作 家庭副业三方面 有时会忙得不可开交 但虽然忙碌 却也得到许多成就感 台风圈女人们 在感到疲累时 千万不要觉得沮丧难过 因为这只会让你陷入 更负面的情绪中 适时的让自己休息一下 会发现原来同时拥有这么多 一点也不难 而且满满的成就感 反而会让人更享受 这幸福的忙碌 此外因为父亲病逝 所以在朱海军得降时 妇女无法一同步上红毯 让她留有遗憾 她甚至难过表示 告别时那天 又跟爸爸禀报 身边也留了位置给她 多年来 爸爸的相伴 让她除了有安全感之外 也有好运加持的意义 国王四处参赛时 爸爸不仅是司机 也会像保镖般霸气顶场 还会为了安全 特意鼎嘱她 别穿那么短的裙子 而身为美农客家人的她 之所以踏入隔坛 邻居和恩师简余明 是两大关键人物 童年时 她常到邻居家门口 听对方唱家庭式KTV 而如木染夏 学会唱闽南语歌 接着被家人 送到简余明的教室上课 她爆料 妈妈花了很厚的钱 光一个字 人的发音 就学了半小时 幸而她学有所称 四处挣战 逞急斐燃 保回不少奖杯 回首十几年的歌坛生涯 哭腔是她钟情的元素 她笑说 虽然看起来很乐观 但其实很喜欢 把自己搞得很悲伤 像是小媳妇 或是被抛弃的路线 也许这是因为 找准了自己的路子 所以钟海君 能在歌坛中 走得如此长远 我们也祝福她 能在事业和家庭中 取得更好的平衡 让家人 过上幸福的日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 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 下次视频 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渔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渔记 敬请关注哦